一次医疗事故 令女儿变成植物人 等到我和我相亲去的时候 她已经就没有醒过来了 曾经痛苦到要结束生命 我说我开车到你去那里 我就死了就算了 这么痛苦我受不了 想尽一切的办法 让她能醒过来 已经有14年半的时间了 智力方面没有改变 莱奥本里欧本是奥地利中部的一个小镇 距离首都维也纳约两个小时的车程 地处墨尔河畔 人口只有大概两万五千人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住在莱奥本的吴祥华和家人在三十多年前已经来到奥地利生活 他们最初在维也纳打工 存到一点钱之后跟先生搬去格拉斯这个城市开餐馆 几年后他们就在莱奥本定居直到现在 儿子是在这里念完小学中学高中 在莱奥本的这个野津大学念大学 在这里一直在这里读他的 现在还是写那个论文 一边工作一边写论文 我的女儿是一个很温柔的 她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 总是会说鼓励别人的话 说话也不大声 看到人打个招呼 她都笑眯眯的 很笑很可爱 读书一直是很好 她是前五名 在维也纳大学拿奖学金的 女儿在大学期间的一次盲长言 改变了一家人的一生 她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 觉得这个右下部没有痛 去医生那里检查 医生说她是一个慢性的烂尾炎 医生建议她要去做手术 这个烂尾炎手术呢 说很简单 也不会影响你的身体 她约好时间是说好了 她就说星期天的晚上 住进去 星期一早餐 做完这个手术 她说你下午来把我接回家 医生也说了这个手术很简单 几个小时之后你也可以就回家的 那我说的我和她爸呢 去把她说你要去寄回来就好了 那当时的时候我嫂子还在维也纳 我叫她去看我的女儿 早晨十点钟左右的后来 我嫂子给我打电话 她说不行 孩子已经好像医生说她有生命危险 让她去另外一个医院了 那我后来赶紧就放下走了 等到我和我先生去的时候 他已经在九区的医院 那看起来他就 很难 就没有醒过来了 那时候就崩溃了 每天哭 哎 人不吃饭哭 我瘦的只有剩下五十公斤 我看见外面的马路上的 那个车牌都看不清楚 眼睛都看得模糊 我都不敢开车 我看不清 那时候就说我精神崩溃了 没有办法就是做事情 这种情况 我看到我女儿那个样子 查得很多的广子 我每天晚上我想的那个事情 就没办法 就没办法睡觉 我都在问为什么 说为什么 我那么好的一个好女孩 怎么会是这样子 好多的问号 后来 我真的是就没有办法 我想那么痛苦 像我的女儿 我说你那么痛苦 哎 我说 我想你也痛苦 我也痛苦 我说我开车 到你去那里 我就死了就算了 这么痛苦 我受不了 哇 有一天晚上 我想我就想 哎呀 真的 死了 死了 自杀 带着他去死 后来上帝的话来安慰我 那我就不自杀了 我说主啊 那我不想自杀 那肉身几十年就过去了 我的信仰 主要也是为了灵魂得救 后来我就慢慢的想 主啊 若不是你的旨意 我就慕容不渝 我就振作起来 想尽办法 是我的女儿怎么样的能得到医治 让她能醒过来 吴祥华在最困难的时候 懂得寻找神 因为他年轻时 在中国已经认识上帝 所以这个时候 神没有让他独自一人面对 教父里面也是有牧师 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来安慰我 爹的兄弟姐妹啊 教父的来安慰啊 我老婆在医院待了四个月 他们就陪着他四个月 四个月之后 医生就 他说我没办法了 只能 你回家吧 面对女儿意外的伤痛之余 吴祥华同时也要向医院了解情况 找出事故的原因 我去医院里问那个主持医生 他说孩子里边 对一种口拒 做这个手术之后呢 他害怕 害怕紧张了 他说紧张 自己紧张 他停止他的心跳 其实这个解释没有理由 我们在医院找过三个检查医生 说不可能是这种事情 那个止痛症 和那个麻痹症 时间太距离太近了 出疑 供养不足 就变得闹死完了 后来是感谢上帝 有一个护士去告诉警察 说这一个女孩子在这里的时候 她说他们那个医院里面的 那个阿拉玛警报没有开 说他那有一个护士把那个警报器关了 说没有让人知道 所以才会是这样子 如果那个警报器开着 他说不会这样 那个护士去警察局说 说这个医院的某某人是他的错 医院本来不当这个责任的 后来就是在一个护士去说的时候 所以在后来这个医院里面是他承认 是他里面的错 他就在打官司的时候给我女儿赔偿 虽然讨回公道 但女儿亲亲在奥地利转过几次医院 医生最终都束手无策 吴祥华只好继续找其他方法医治女儿 有人告诉我北京的天堂医院 那时候有一个组肝细胞移植 恢复他那个细胞 那我就想尽一切的办法 把他从维也纳带到中国去 组肝细胞移植 把那里联系好是很困难 这个机票也很贵 有一万五欧元一张机票 那时候我说讲不管多少贵 我都愿意出这个钱 把他给带到中国去 医生也是我自己请的 私人医生陪他 把我的女儿在飞机上拆了六个位置 住了一张床是特别给他做的 二月份发生的 后来我是九月份把他带到中国去 去了那个医院里 住了十五个月 在医院里 我一直陪着他 我想的是说 他去那里治的时候 有肝细胞移植的话 他能会开口说话 自己也会能走路 我有这么一个信心去帮他住了 住了之后好像没有 没有不会说话 还是不会走路 我在那里的时候 我也是有很多的感受 想法 如奈 但是呢 我看到不是我女儿 一个人是这样子 那医院里很大 有很多的人 都是要么就不会走路 要么不会说话 要么就是这样子的 植物人 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子 那我看到我隔壁的船边 那有一个人 他是从东北过来的 他把自己的地也卖了 房也卖了 把那个钱带回来 治他那个孩子 他那个孩子也没有治好 也得回去 没有钱了嘛 我看见他们两夫妇也很忧愁 他说孩子没有好 我现在也没有钱治了 没有办法 他也回去 当时的时候 我呢 因为我心态已经改变了 在那里 我说我就改变了 虽然这样子 我的世界上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比我更苦 更困难的人 那时候 他们也是为了孩子 能走下去 也是能走下去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我是奥地利回去的 我回去我还是有房子住 有吃有喝 孩子有工作 我为什么不能呢 那我要振作起来 那时候就改变了我的那个心情 我就想法也改了 改变了 那我还得要好好地活 还好 那里有一个教会里面的姊妹 她能来到我那里 也为我们静止祷告 还有一个姊妹 专门带我去买货 采购 有聚会的时候 她就把车开到那个医院门口 接我去 让我去听听道 我也感恩 有上帝的话 我们有一个信仰 到处都会有人帮忙 帮助的 这就是看到有一种 上帝的爱 在到处都有 如果我没有这个信仰 我家就不是这个样 做完干细胞移植 女儿情况没有太大改善 她们回到莱奥本 又住了几个月医院 之后就回家了 我在家里照顾她 家里请一个保姆 我两个人一起帮她 助理疗 助康复 这里也有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威亚纳教会里面过来的 为我们祷告 还是得要有圣经的话语 来鼓励我的家人 来鼓励我 她们的安慰 是说上帝 祂既然让这种事情发生 有祂的名义 我只要你要相信 那我就相信上帝 祝顺服 有时候我不明白 为何苦难在生命中 为何你不将它挪去 漫漫长也无际 已经有十四年半的时间了 现在比以前就是说 有的时候听懂我和她说的话 她也听懂我的声音 然后她讲话 她会笑 我会哭 不开心的时候也会流泪 开心的时候会笑 有这些改变 智力方面 没有改变 生活上 今天上没问题 他熬不过来就是我的精神 十四年半的时间 不是一天两天的 怎么样照顾下来 孩子不是平平稳稳的 有的时候 晚上不睡觉 怎么办 我们还是用爱 爱她 我呢 餐馆里面白天呢 我还得要去帮忙工作 顶我回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累的 你都全身没力气了 孩子不睡觉 我们的保姆会埋怨 就会说不想照顾 晴晴 他们要走 那我就得要安慰她 还要加工资给她 我说这种日子 我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我说 我都没有人体谅我 我也没有人能知道我的心 晚上回家 我是一个人在上里面祷告 在哭 我现在不知道 我不想伤害她 我在祷告 在哭的时候 我 我里面就有个声音告诉我 耶稣爱你 耶稣能爱你 当家里的室教徒给一花 他说耶稣能爱你 当时的时候 当我在这个时候 他我里面就有一股热量 热气发出来 他就让我那个往上 我就躺在床上 就让我好好地睡一觉 他说耶稣能爱你 耶稣爱你 我就这样子 让我过去 让我过去 那 我那个时候 睡一个晚上 我孩子 他也安静了 他也睡觉 让黑夜没有尽头 我相信 你依然爱我 给我力量 给我盼望 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 高举床上 高举床手 在美式联中 任相助歌唱 永不灰心 永不沮丧 你爱是我刚强 永不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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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从意大利有一个姊妹 她发给我一个信息 她里面有一个牧师讲 讲到彼得海面上走 和耶稣的对话 彼得听耶稣的话的时候 有信心的时候 她能下来走 是看到海面上的风浪的时候 她就跌下去了 她就说 主啊你救我 我也是这样子 我如果道听多了 我就信心也够了 我也会往前走 有信心 如果是不听到 没有圣经的话语 我也会很低潮 看到我的女儿 我心里面就很难过 就有低潮 后来她问一个问题 当耶稣救彼得找到他那时候 那个风浪有没有停止 没有 我说 风浪没有停止 风浪什么时候才停止 是耶稣找到他床的时候 风浪还停止 是耶稣牵着彼得的手 从风浪中走到床上的 他就让我里面有个想法 他说 你在这荒浪当中 那耶稣的手 他也牵着你走 虽然你的女儿还没有好 但是她能牵着你走 没有掉到水里面去 她说她牵你走 我说走 那我明白 我说那是你牵着我走 那我的女儿 我说那我就放手交给你 不管怎么样 你牵我的手走 我就不惧怕 就给了我信心 我就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但我有的时候 还是会有波动的 有波动的时候 我就想听一听那些鼓励的话 就是说 在哥林读前说十章 十章节里面 你们所遇见的诗汤 无非是人受您受的 神是信使的 必不叫你们受诗汤的 过于受您受的 他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让你们能过得去 我都在想 你能让我过得去 我相信 因为这是耶稣你说的话 我就相信 后来我一直在想 你给我开的出路是什么 那你的恩典够我用是什么 那想到就是我家人改变 我儿子改变 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这里 所以他就在辽本读大学 因为他离家里近 可以照顾我们 他用德文的圣经 每天读一章 在他姐姐面前 读了之后再祷告 这样子就是 是我的儿子 他能改变对神的认识 那我先生 他也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他说 看到我的改变 他说 没有怎么样 能压倒我们家里的人 他说他也改变他的心态 当然人就会发牢骚 我以前的星期到那么久了 还会 这种事情 能发生我们在家里 当然有 有怨言了 有时候 不高兴的时候 有神的话语也会来引导我们 你叫我们不要 你听人说 你总会慢慢跟你走过去的 然后一天一天就走过来了 一直走到现在都 差不多十四年多了 神也是 是我们家人能团结 那灵魂能得救 虽然青青没有改变很多 那我家人 心态已经改变 就是家人和睦同居 这就是我要感恩的事情 除了家人的改变 吴祥华对上帝的信心 同样鼓励着他身边的人 他们一直呢 也接待教会的弟兄姊妹 来他们家 有一个团契 他们一直坚持着 实在是不容易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鼓励吧 我们也觉得 他们有这样的信心 来信靠神 仰望神 对我们来说 我们如果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也应该 也要向他们 这种依靠的精神 我们也要这样子做 或生或死或疾病 或健康 都是他的人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是这么想的话 就是说 每天这样子过 这一家人就 对啊 心平气和的去 去做事情 无想法照顾女儿 虽然不容易 但她凭着天父的话语 让耶稣基督拖着她 走过一个又一个低谷 让她在绝望里看到盼望 如果你也在困难当中 希望主耶稣陪你走过人生的幽谷 请立即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和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跟你分享基督信仰 愿神赐福你 给我盼望 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 高举双手 在每一世连中 任相助歌唱 永不灰心 永不沮丧 你爱是我刚强 福音可以透过电视电台 网络平台送到世界各地 进入千家万户 那种马上就被爱的感觉 福音可以借着倾听关怀 聚会分享 滋润干渴彷徨的心灵 我现在觉得自己有个盼望在 福音可以因着你对恩与之声的祷告支持 支持与奉献传扬的更广更远